位于广东台山端芬镇大同河畔的梅家大院曾是远近文明的桥须 因其独特的桥味和中西河壁的建筑风格 如今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从小居住在梅家大院的吴振平见证着这里数十年的发展变化 他从家里翻出已经泛黄的梅家大院筹建时的股份部向记者议述 这就是最远迟的股份部 你在这里建的房子就是一股份 所以当年每一家都有一本 股份部里面记载了这里的管理章程 这个就是当年筹办丁江西人选跟发起人 93年前流日归来的华侨梅秉然梅建行在家乡发起筹建廷江须 大院占地面积80亩 108栋二至三层带齐楼的楼房呈长方形排列 临次制笔 几股建须的104股中因梅性股东占一半以上 廷江须后来又被称为梅家大院 这些建筑有两个东西是超前的 第一个是建筑材料 当年这些水泥都是从英国运回来 那时候中国人也不知道这种材料叫什么材料 只知道英国人基本上叫红桃花的 所以红毛泥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当年这些房子已经全部用了框架 建这里的时候不是我们本地人设计的 都是从香港请了工程师回来设计 吴振平指着一间间房屋顶上的雕塑 向记者介绍 大院实践之初 业主纷纷将各自旅居国风情 融入到岭南传统建筑中 跟碉楼一样 他们是海外游子夜落归根 回乡建造的典型建筑 当年海外台山人曾掀起一股回乡建设潮 每一栋房子都有它不同的风格 究竟怎么样分别了 你看第一栋房子 最高那个雕塑 那个双金钱的标志 是代表了这个房东 是本地白手倾家的企业家 第二家中间有个风车的 那全世界最出名的风车是哪里 是荷兰 第四家第五家 这两个雕塑都是一样的 这是缅甸的国花 叫做农船花 你看到这个房子是什么风格 就代表当年这个房东 是从哪一国交易 武振平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因天将需地理位置 及业主与海外的联系 这里的商贸活动盛极一时 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点 与集散地 事业时宜 梅家大院曾一度归于尘寂 原业主多数移居海外 只剩五户留守 近年来 因《让子弹飞》 《狂飙》等热播影视作品 在此取景 梅家大院受到外界 越来越多的关注 台山华侨鲜明 《下南洋》 《闯金山》的故事 及《念祖爱香》的品格 也被更多人知晓 如今梅家大院的旅游潜力不断释放 我是经营海味 还有一点橙皮 还有一点粮果 拍完那个扛标以后 人流量暴增了几倍 有时候两倍三倍都有 他经常看到那些新闻 那个抖音发出来 他说现在梅家大院很兴旺 很多客人他也很开心 我们现在整个梅家大院 是按照修旧如旧的标准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 这个外里面的修复 接下来我们端分镇 会进一步推动 我们这个文理产业 高质量发展 把我们梅家大院 跟我们广府人出海口 经验地海口部 连片打造 就以我们整个梅家大院 为旅游集散中心 打造一个华侨旅游胜地 三年前 年与古稀的吴振平 组建微信群 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 梅家大院原业主 或其后人聚集到一起 他希望将祖辈建立起来的 邻里感情延续下去 大家当小的时候 都是一起在河边玩 玩水或者什么 所以这个感情几十年还在 我定期会在群里面 发一下这里 现在有什么事 也能够你及时能理解到 现在家乡到底发展到什么情况